这个男人正在开大招 就在他续好力药一泻千里时 却突然听到旁边发出了动静 他感觉情况不妙 迅速穿上了裤子 突然一只黑手抓住了他 男人摔在了奥利给上 只见面前出现一只丧尸 直接朝他扑了过来 到了第二天 男人才被队友发现并抬到了医务室里 眼睛哥上前检查 发现他还有抢救的机会 于是 让手下给他做人工呼吸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出现 男人突然醒了过来 直接咬掉了队友的嘴 在场的人 懵逼倒不能再懵逼 只见男人站了起来 很明显他已经变成了丧尸 开始攻击在场的人 就连腿断的病人 都被吓得恢复了活力 很快 被咬的人都开始变异了 而一只丧尸突然站在了阿强面前 慌张的阿强更加的慌张 他腿脚瞬间失去了控制 呆呆地站在原地 没想到 丧尸却不理他 反而转身盯上了其他人 慌乱中 他被撞倒在地 看着丧尸胡乱攻击 他只能匍匐前进 而队长阿伟正在保护女队友阿珍 他推开了面前的丧尸 迅速把阿珍藏到了柜子里 但他也被丧尸缠住了 而路过的阿强却没有救他 反而自己躲到了房间里 好在阿伟正开束缚颈椎而上 接着关上门拉下窗帘 缓过神后 他们开始检查身体 好在没有受伤 阿伟也想起来躲在柜子里的阿珍 他们得想办法去救他 但他们并不知道 房间里躲着一只丧尸 只见丧尸缓缓起身 两人瞬间呆住了 好在这只丧尸不太聪明 一下就撞到了墙上 接着阿伟拿起凳子架住他 两人一顿操作 终于把丧尸绑在了凳子上 为了逃出去 阿强心声一记 他拿手电照向窗外 发现丧尸看到光就会冲过来 于是 他们把手电塞进丧尸嘴里 成功吸引了屋外的丧尸 接着两人悄悄爬了出去 打开柜子就出了阿珍 当他们来到外面时 就看到活人被丧尸追着摇 三人立马呆住了 他们往左边跑 没想到左边的丧尸更多 这时 阿强看到了一辆救护车 于是三人躲了进去 看着操场上成群的丧尸 他们只能待在车里暂时落脚 阿珍也开始包扎起 被柜子划伤的肩膀 而阿强也撬开钥匙盖 但他只启动了电瓶却打不起火 看来他是电影看多了 正一筹莫展之时 突然 车外出现了幸存者 没想到 三人不但不救他 还装死了起来 很快 车外的男人迅速领了盒饭 这时 阿珍说必须赶紧逃出去 只见阿强心生一技 为了让车外的男人更加的有价值 他按下喇叭 操场的丧尸像是听到了开饭口令一样 全都跑了过来 围在了车外 他们三人趁机从一旁开溜 接着他们来到食堂附近 三人躲在草丛上 却意外发现丧尸在重复着生前的巡逻任务 这时 阿强发出的声音吸引到了丧尸 只见一只丧尸走到跟前 却没有低头往下砍 阿强健壮 赶忙半倒丧尸拿到武器 接着阿伟上前勒住了丧尸 可阿强拿到枪后却不会用 危机关头 阿伟夺过枪迅速解决了问题 可枪声却引来了更多的丧尸 他们只能继续逃跑 三人路过了训练场 却发现丧尸没有跟来 反而看到训练项目后 自觉地爬了上去 阿伟看到后决定将计就计 随后 他们爬过了各种障碍 丧尸也乖乖地跟了上来 好在丧尸没有思维 只会无脑地冲 很快 三人来到了食堂后门 顺利来到了里面 这时 阿真的伤口被眼镜哥发现 他以为阿真的被丧尸咬了 立马翻脸了 不管阿真怎么解释 他都听不进去 在场的人也分成了两排 而两边的人都是阿强的朋友 为了缓解冲突 阿强假装听从他们 把阿真三人关在了笼子里 更可怕的是 阿真被一起关在了即将失变的男人这边 这时 阿伟看到阿强在比手势 原来阿强早已计划好吗 他慢慢走向眼镜哥身后 而阿真笼子里的男人已经失变了 见状 阿强赶忙架住眼镜哥 威胁阿德打开笼子 没想到 阿德却打开了阻挡丧尸的大门 接着把笼子钥匙丢向门口 眼镜哥也正拖了束缚 跟着阿德离开了这里 看着门边的钥匙 阿强陷入了两难的情况 阿伟让他先跑 但他没有多想 反而冲上去拿到钥匙 接着迅速跑到笼子外 打开门躲了进去 这时 阿强意外发现 当他们争论时 龙外的丧尸即将冲破铁门 他们犹如带宰的羔羊 只能祈祷奇迹发生 就在铁龙即将被冲破时 却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是广播响了 丧尸生前的记忆被唤醒 他们瞬间老实了起来 阿强几人趁机离开了笼子 他们顺利来到了外面 还发现刚刚抛弃他们的眼镜哥 可无情的阿德却不见了踪影 就在这时 广播的音乐停了 一只丧尸冲向阿强 危机之时 阿珍的妈妈冲过来挡住了她 但她也被咬到了 他们赶紧躲到了一旁的仓库里 把大门堵上后 阿珍安慰着母亲 但他们都知道 被咬就会变异 母亲死前还安慰阿珍 接着她叫来阿强 拜托阿强照顾好阿珍 很快 阿珍的妈妈就领了河饭 紧接着就是变成丧尸 重新站了起来 但眼前人早已不是人 母亲扑向阿珍的瞬间 阿强淡掉了她 尽管多么的不舍 但这就是现实 而另一边 丧尸听到枪声后 纷纷赶了过来 把门口围了起来 冷静下来的三人 开始分析今天的遭遇 先是发现丧尸听到 广播会停止攻击 而且还发现阿珍 不会被丧尸咬 这时 阿强突然想起来 今天在医务室里 阿珍擦了驱蚊水 所以丧尸才会避开她 接着两人赶紧寻找 仓库的存活 没想到 最后一只驱蚊水 却用完了 两人当场裂开 可阿强很快想到了办法 那就是擦阿珍的汗水 当他们转身时 却发现阿珍不见了 两人来到窗边 才看到阿珍从后门走了出去 为了不辜负阿珍的勇敢行为 他们穿上了挖赛的装备 还说了挖赛的口令 而阿珍这边也来到了广播站 他打开了广播后 丧尸果真乖乖站在原地 而阿强两人也走了出来 就在这时 无情的阿德找到了阿珍 当他看到阿珍安然无恙 当场就气急接着开始盖还 还意外撞到了广播台 音乐随即停止 还听到了广播里 阿珍求救的声音 而广播站门口的阿强两人 看着丧尸追来 只能爬上旗杆来到二楼 可当他们来到广播室时 却没见到阿珍的踪影 而电台上也听到了 救援直升机发来的消息 看来是被阿德抓走了 两人立马追了出去 而丧尸也步步紧逼 很快 他们来到大门外锁上了铁门 看着阿德挟持着阿珍来到铁门边 此时 阿德已经陷入了疯狂 他把阿珍按到满是丧尸的铁门上 可丧尸依旧不咬阿珍 下一秒 丧尸就咬中了阿德的手 阿伟趁机上前救下阿珍 没想到却被阿德一枪打倒了 看着阿伟倒地 阿强终于被惹怒了 面对如此无情之人 他冲上前架住他 咔咔就是一顿揍 好在阿伟只是被打中肩膀 而阿强回头时 却被阿德推开了 没想到阿德身上掉下一只驱蚊水 关键时刻 阿伟追上前一脚踹到阿德 两人开始擦起了驱蚊水 而阿珍挡住铁门争取时间 等两人擦完后 他迅速离开冲向他们抱在了一起 只见丧尸群全都扑向阿德 最终 三人幸运地活了下来 他们也登上了直升机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好了 我是夜球 我们下期见